烤箱 烤箱是一个有五面封闭金属板和一面门构成的钢纸箱子 透过玻璃门我们可以看到烤箱里的东西 一个打开和关闭的门把手 里面有一个电子控制面板用来操作烤箱 打开烤箱门便是烹饪室 烹饪室两侧可抄入托盘 在烹饪室底部有一个液体排放管 在烤箱室的顶部有一个用于自动清洗系统的旋转器 在烹饪室的后部有一个金属板 称为空气卡 它将分散于烹饪区域分开 并正确引导气流 金属板中间的管子将水带到风扇上以产生蒸汽 移出管子可以看到风扇 在左上方有一个烟囱 烹饪过程中产生的烟雾通过烟囱排出 电烤箱的热量通过加热元件通电产生 燃气烤箱稍复杂 其热量通过燃烧气体产生 热量使对称换热气变暖 风扇将热量传递到热交换器周围 以方便烹饪食物 一旦空气被加热 烟气就会通过两个热交换器管道的烟囱排出 从上面看烤箱 烤箱配置有风扇 外壳 内部 和外部玻璃以及电阻 空气被风扇吸入 制加热元件 如果燃气烤箱 则制热交换器管道 然后热量从两侧到达每个托盘 并返回到风扇 当热量接触食物时 将对食物进行加热并烹饪 当热量冷却时 风扇再次吸走空气并循环整个过程 再次回须参加热